HELLO BODY, MY NAME IS KAIWEN 今天我們來使用90秒的時間 教大家完全學會這個免費剪輯軟體 達芬奇 那我們就直接切換到電腦囉 開啟 DaVinci Resolve 開心專案打上你需要的名字 接著左上角設定 系統記憶體把它拉好拉滿 讓使用者可以改自己喜歡的語言 接著右下角專案設定 影像尺寸 你最後想輸出多大就設定多少 影像常觀比16比9 4比3也是在這裡調整 影格數正常都30 想要流暢一點就60 回放格數通常都跟影格數相同 除非你知道你在幹什麼 色彩管理平常人都用達芬奇的YRGB色彩管理 輸入色彩空間 不知道要選什麼就bypass 電腦會幫你自己選擇 後面三個選項 如果要上傳YouTube、Facebook、Instagram 全部都選REC709 那我自己都用高買2.4 接著螢幕亮度轉換500NET 是一個平均值 色彩空間轉換飽和度預設就很優了 那設定那麼多當然要儲存預設 下次就可以快速轉入設定好的預設 會入數材就到媒體頁面 把整理好的素材丟到左下方 右下方就會全部亂七八糟 剪接面左上角的媒體櫃 把需要的影片拉到時間軸 電腦就會自動增加一個剛剛設定過的時間軸 如果要手動增加時間軸 媒體櫃右鍵可以增加不同設定的時間軸 中間的縮放可以調到適當的大小 刀拼工具可以把影片切開 刪除片段按右鍵有兩個選項 一個會刪除保留空間 一個會刪除補上後方的影片 詞解工具可以快速找到影片被切開的位置 轉一句圖案可以讓你單獨選取影片或是音訊的部分 影片要快轉換動作就按右鍵 一個可以直接輸入數字 一個靠直覺調整 但注意要拉上方的位置 下方就會變成拆解影片 有缺空的片段就點選按刪除 後面的影片就會自動不上 右上角的影片設定可以放大縮小 位置調整旋轉影片 影像偷視翻轉影像 裁件影像 影像穩定 聲音可以調整大小聲左右聲道 音調等等 我們還可以重疊影像 圖程的概念很簡單 就跟你左手在下面右手在上面 你只看到右手在上面 反之 左上角模式棒可以加轉場效果 字幕簡易特效 全部拉到時間左上就可以使用 如果剪接影片遇到卡通 可以使用左上方的Playback壓縮模式 這不會影響到最後輸出 所以放你新使用 接著Fusion頁面 簡單來說就是前景素材 加上合成工具就可以合成影片 像是影像追蹤特殊效果 全部都在這個頁面裡面 接著調光頁面 右上角可以增加不同的圖層 可以並連串連 但是效果是不一樣的 最基本的高功 中間的暗部 顏色跟亮度 你想怎麼調整都行 如果想保留最多細節 就讓右邊最亮跟最暗 沒有破到頂樓或底部 下方可以調整對比度 對比度的位置 保和度跟鮮硬度不太一樣 鮮硬度會改變色相 保和度不會 想用以前的範圍力可以到中間到細節 或是到模糊選單裡面調整 還有很多曲線調色 這色片追蹤功能等你來玩 想套用調整過的色彩 選取片段用滑鼠果輪 點擊經過調整的片段即可 顏色調整這麼多 可以按右鍵存存封個檔 下次就可以直接套用 非而來頁面你只要知道 S是Solo M是Mute EQ隨你拉 看你要增加或減弱哪個部分 太多噪音可以到Noise Reduction 先告訴軟體你不要的聲音是什麼就可以簡單的消除 HighPass在對話裡面的DRumble 還有音量壓縮Compressor都在這兒 最後會出專案 如果要交給下一個人剪輯 還要包含所有素材的話 約下角房子裡面找到你的專案 點擊右鍵 Export Project Archive 傳給其他人就可以一起剪輯 輸出影片下面是我的輸出設定參考 還是要依照使用需求來做些微調整 加入輸出序列排隊輸出 最後全選輸出就完成啦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90秒的達芬奇教學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讚訂閱我們的朋友可以看更多的教學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教學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